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载有瓦罗斯拉夫尔的火车投兵球队 这支球队正准备飞往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和明斯克的迪纳摩兵球队进行冠军联赛的首轮比赛 俄塔社缓引俄航空署的消息指 初步估计飞机是因为由跑道上起飞之后 未能够爬升到安全高度 撞到跑道区外的讯号台天线 从而引发事故 目前俄罗斯国家航空委员会 已经组成事故调查组 对空难原因展开调查 华尔知识红家论报导